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 和全球最大的军事集团 在乌克兰危机中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北约应当做的是自我反思 而不是任意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 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和当事方 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 中方的客观公正立场 和建设性作用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奉劝有关方面 停止甩锅推则 挑拨离间 不要拱火交游 鼓动阵营对抗 切实为政治解决危机 做点实事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